全台风露营 大家好,我是特派人锦阳 我是特派人明慧 今天我们来研究露营产业分析及发展趋势之研究 以台中新社小露营区各案为例 经由中华民国露营协会统计 截至2014年8月为止 台湾常态性露营人口已突破200万人 露营窝营地资料处统计分析 截至2012年2月26日为止 全台共有1225个营地哦 本著以台中新社小露营区为研究对象 经由深度访谈 武力分析与SWAT矩阵分析研究以下5点 1.了解台湾产业发展现况 2.分析路由背景资料及产业趋势 3.探讨小露营区的竞争环境SWAT矩阵分析 4.探讨小露营区的个体环境武力分析 5.评估小露营区面临的问题 严理发展对象与工业者参考 接下来就让我们前往小露营区吧 大家好,我们是领东总部派的特派员 我是特派员锦阳 我是特派员明慧 今天我们来到了新社区的小露营区 让我们一起来仪探究竟 走上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左手边这个牌子 贡德是赤蛙区哦 在这里我发现在小露营区录影的游客 我们都可以看到我右手边这片 很美丽的双翠湖畔 走过来折蛙区的营地之后呢 往后一看 你们看到了吗 这边有一个专属为小孩设计的玩沙圈呢 介绍了这么多 不知道我们特派员锦阳那边的状况如何 那我们就来呼叫一下他的名字吧 特派员锦阳 露营呢最重要的就是取水的方便性 小露营区旁呢都有设施洗手台哦 而且小露也非常注重生态豪卯的部分 所以一定要做好垃圾分类哦 走进来这里呢 走进来这里呢是我们小露的卫浴设备 小露的卫浴设备 可是跟五星提供店有得比的哦 说到这里呢不知道明慧特派员怎么了 我们把镜头交给明慧特派员吧 明慧 我在这儿 你们看这里有一块很大片的草地 很适合用来当作银杏和银窝晚会的场地哦 而且爸爸妈妈们也可以带着小朋友来这里跑跑跳跳哦 小露营区还有一个很贴心的地方哦 就是每一个区域的设置WiFi还有防蚊液哦 那我有几个小问题想要访问你们 请问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这是你们经常有在露营的习惯吗 有 那这是你们第几次露营呢 第几次 11次 哦是第11次露营 那你们是藉由什么样的资讯知道小露营区的呢 在网路上 网路上的资讯 那小露营区什么点最吸引你们来呢 夜间的时候有自然生态的导览 小朋友最喜欢 对这可以让小朋友接近大自然嘛 对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可以一起说小露营区赞吗 好没有问题 321小露营区赞 那我现在要问你们几个小问题就是你们平常有露营的经验吗 嗯 那你们这次露营是第几次呢 哦都不一样 五次两次一次 对次数都会不免 那你们是藉由什么资讯知道小露营区这个地方的 嗯网路 网路 对 就是上网早就有看到 对 那你们会来小露营区的原因是什么 吸引你们的地方是什么 环境 环境 嗯 整个环境就看起来很大 嗯 就没有污染的感觉 那等一下可以跟我一起说小露营区赞吗 那我们跟着镜头说 好 321小露营区赞 Come on 今天跳远的任务圆满成功 Yeah 小露营区赞 接下来让我们来研究小露营区的相关历史吧 张博人在2014年对小露进行了研究 共发放了450份问卷 得到有效样板399份 进而发现小露的场地设施 资讯的完整性 加强巡逻 了解游客需求 提升设施之便利性等五项因立即改善 我们利用收集资料法 文件调查法 实际探勘法 深度访谈法 来研究小露营区 发现小露的洗手台太低 夏天太热 游客不知道附近哪里好玩 没有小露专属整页书名 以上几点作为改善 我们设计小露的专属部落格 让游客可更清楚看到营地的样子 也将新社附近景点折业展示在部落格说明 另外我们也为小露新社的亲子会馆 设置亲子同乐地验 本小组还设计小露营区的真属折业 为了向国外自助客推广 折业内有中、英、日、字体 还有正在国外的自助行游客 做出一份来小露体验露营的英文版DM 方知附近民宿给外国游客参考 经由我们完整的规划后 小露营区跟上咯 小露营区在